第一题,阿德将一锥形瓶装满水,滴素滴红墨水,塞上橡皮塞,并插上细玻璃管,再将此锥形瓶分别放入热水与冰水中如幼土。 由此实验可推论,水的何种性质,会随温度不同而有变化。 这其实就是我们所做的实验。 那么,我们晓得,东西的质量是不会因为温度而发生变化的,所以质量是不对的。 那么正常水都是透明无色,所以颜色变化也是不对的。 那么在我们国中所学的阶段里面,比热也是不会改变的。 纯物质的比热是一个定值,所以比热变化也是不对的。 只有体积变化是对的,就是我们学过一般的水的状况是热胀冷缩一样。 这就是我们在做自制温度计所做的实验,我们的水会随温度的变化,体积会改变热胀冷缩。 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,有此实验可推论,水的何种性质会随温度不同而有变化? 我们答案选的是B,体积。